厲害了 不想錯過小明星大跟班 每天精采的內容嗎 不管你是用手機還是電腦 趕快滑到影片的下方 看到右下角有一個紅色 訂閱的字樣 把它按下去 那就對啦 那訂閱之後呢 這顆按鈕就會立刻 像今天這樣出現的小鈴鐺 記得這個小鈴鐺 你也要給它按下去 就能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囉 趕快去 這麼執著是不是冰 強迫症行為大公開 家裡到處都是燈 多道像燈聚航 Baby 一個就有兩三個燈耶 超多啊 人家不喜歡有負面情緒 不喜歡 對… OK啦 其實燈光… 足夠的時候就是我們人會比較開心 三個馬桶一次就要刷 這個潔癖真的有毛病了啦 家庭 真的 強迫症的整站標準 就是她每天浪費在這些行為上 有沒有差不多一個小時 我肯定尿 那趕快治療 這就是療症 坐沙發要看日期 決定坐哪一側 單數的日子的話 我就會坐在沙發的右邊 雙數的日子的話 我就會坐在沙發的旁邊 真的啊 習慣性的坐沙發右邊的話 也就沒有辦法 所以我要平均分配 客人來的話 我會先問他們的體重 安排說 妳強迫症 什麼東西都要對… 都要對秤 妳自己有對秤嗎 沒有 我真的沒辦法 我真的每次洗澡都很痛苦 不該是要對秤 Let's go 好 小心 這個 你有強迫症嗎 強迫症是什麼呢 來 邱醫師 什麼叫強迫症呢 強迫症一般分為兩種 就是有強迫的思考跟強迫的行為 這很重要 要分清楚喔 對 例如說洗手是最常見的 強迫行為對不對 但是不洗他就自行腦補了 這麼多細菌怎麼辦 好髒…怎麼辦 所以一定要這兩個行為 跟思想都強迫 所以強迫症有一點 在古代來講叫起人憂天 對 對不對 有一點那種感覺 對 或悲公舌尹 好好來聊一下…好不好 好的 來…上面有強迫症 這麼執著是不是生病呢 我們來看第一個好了 客人來家裡要換居家服 不換不能進家門 這有毛病啊 這台羅尼媽說就是醫生 醫生嗎 因為我覺得就是外面的人 他們進來以後 都會把外面的灰塵 或是他曾經觸碰過哪些地方 我不知道 以前的時候我這個毛病 最應該搬離開你家裡的 就是你啊 我很乾淨好不好 不是 重點是你帶太多一些 嗨咪啊 最髒的就是你 對啊 髒東西 好恐怖 然後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我毛病沒那麼嚴重的時候 我的這個朋友來我家 我就要記住他們的一舉一動 比方說他們曾經碰過這個開關 這幅畫好漂亮喔 對 然後我就要記得說 然後他開那個冰箱的門 我就要記得他開冰箱門 是握哪個位置 妳生活多痛苦啊 然後所以我每次朋友 離開我家以後我整個超級難 阿娥姐 你看遇到這種 妳怎麼辦 就不要去做客人 不要去他家了吧 妳就不要讓客人來妳家 對不對 有時候還是得就是 怎麼樣 還是要邀去 對… 因為為什麼 他就邀誰你知道嗎 秀卿有沒有 所以要請我到家裡 重現 我們這麼多年朋友 我老公也好喜歡妳 到家裡來吃個飯 他要用公筷母池 我們都還怕從他那裡染到一些壞丁 還會講話 這樣大家會相信耶 好奇怪 後來我真不敢去 後來他就去外面酒店裡面 然後我們兩個坐下來吃個飯 好不好 去餐廳還比較好 對… 妳最近過得好不好 還不錯… 還不錯… 還有回音 妳這個太有點強迫了 然後後來有一次 我真的是被惹到 是因為我不知道 他是有養那個貓的 牠全身都是在 貓毛 對 貓毛 牠坐過我的沙發以後 然後牠走了我不知道 我就開始 全身一直過敏 然後很癢 一直打噴嚏 後來我才發現 原來我的沙發上面 全部都是貓毛 我就開始拿那個膠帶 這樣一片一片一片 慢慢一根一根這樣拔 這個就是Eason的個性 妙魔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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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小事情 來 邱醫師 這有道強迫症嗎 非常典型的強迫症 真的啊 對 因為他首先 他強迫的思考就說 這個人來我家 他手上有什麼細菌 如果叫你不去清潔 你是不是會更難過 很難過 超難過 還有一個重點 強迫症就是 明知道不應該這樣子做 還這樣子做 那就是強迫症 那你真的是耶 忍不住… 所以他這種沒得救對不對 有辦法改 比較好的方法就是 藥物跟心理治療雙管齊下 什麼藥物 有這麼嚴重嗎 藥物一般 止痛嗎 沒有…一般是用那個抗焦率 抗焦率的藥 抗焦率的藥 來 下一條 來 看到這個 家裡到處都是燈 從多到像燈聚航 太詭異了 Davy 家裡有燈 What's going on 而且它是一個桌子 有兩三個燈耶 好多喔 忘了那麼多燈 這個算少了啦 因為這個 我不知道各位看法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燈光是人事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第一 我怕沒有燈 過去來講 可能是因為有受過這個傷害 我們一起來看 到底有幾個人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燈 沒有燈 吳大衛 恭喜淘汰 沒有燈… 你不能接受沒有燈 沒有 我覺得因為燈光 我覺得在人事裡面很重要 因為可能以前就 拍戲的電視 看多看 打燈那種是個感覺 燈光是可以來幫你營造很多氣氛 跟一種心裡的一種狀況 但你這個太多燈了 但沒有啊 有些地方就是你沒有燈的話 沒有感覺啊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算過 你花大概多少錢買這些燈具 家裡面這麼多燈 其實還好 就是燈也不貴 因為是燈是 燈光出來燈就是這個樣子嘛 對不對 你再也都貴 燈泡還是這個樣子 就這樣 對啊 色溫就2000就2000 5000就5100 對不對 就差不多這個東西 還知道了 這個鏡頭我也有 所以我研究過 燈光它會影響人的多巴胺 還有它的褪黑激素 快不快樂 所以應該是說 David對那種負面情緒會比較敏感 你不喜歡有負面情緒 你不喜歡 對… OK啦 其實燈光…足夠的時候 就是我們人會比較開心 因為多巴胺的分泌 你就不喜歡 你喜歡暗暗的 不喜歡暗暗 對 用作拍帶子 沒有 不是 比較乾淨 黑暗中…我們才能直服嘛 就是像忍者一樣這樣子 對 要直服誰 在躲避什麼 沒有 直服人生 你怎麼樣征服你的人生 怎麼會贏過它 就是蹲得低才能跳得高 你看… 都蹲得低 他在笑 他就會變賴蛤賴 一直蹲… 變賴蛤賴這麼低 腰好痠喔 而且我可以預言就是說 你應該對氣味也滿敏感的 非常… 真的喔 我不喜歡臭的東西 誰喜歡 什麼臭的東西 就我們可以忍受 但是就是對人說 David有一次離家出走 是因為自己放了個屁 可惡 人家離開 但是另外一個話題 另外一個話題 你這個臭東西 他這個應該有算有一點 有一點那個強迫 很準耶 OK啊 真的OK啊 那就要講到強迫症的 另外一個診斷標準 就是他每天浪費在這些行為上 有沒有超過一個小時 會嗎 應該會吧 應該會 應該會 就是哪裡燈太亮 我會把它關一關 然後那邊燈不太對 就會把它開一開 然後會開一看 周圍的燈哪裡不太對 然後不協調就把它開開關關… 然後就這樣開得開 60幾歲就過了 開得開 如果這樣子有 加加減減啦 差不多啦 如果沒有造成他自己的困擾的話 其實也不用真的去治療 人家說比如手機都會有充電控 對 對 一定要90以上 他低於70 80 照理講你會不會不行 不行… 會口荒 那也是我啊… 你也是這樣 不行 不行 會口荒 因為我常常出門只有5% 不行… 那你乾脆不要看 我都沒有充電 我都覺得沒關係 找不到就是緣分 我覺得這還OK啦 我們看一個比較誇張的 看到馬桶一次就要刷一次 這個潔癖真的有毛病了啦 家童 真的 還不是自己的屎 因為像我之前 以前一個人住的時候 我回到家第一件事情 就先檢查馬桶有沒有髒 但因為我出門前已經 沒有人 不是你家裡沒有人 妳家有鬼啊 有鬼 妳講… 誰拉了鬼 因為我家有養貓 牠有的時候會坐在上面 牠可能就會有點貓紗什麼的 合理… 所以我回到家要先擦過一遍 然後可能兩三個小時後 再去看牠有沒有髒 再去擦一遍 解僻啦 對 然後洗完澡也要再擦一遍 因為反正都洗自己的 就順便洗馬桶 然後我會很常蹲在那兒 什麼邏輯啊 看牠哪裡有髒污這樣尋一遍 然後再擦一次 但是我只刷自己的馬桶 我也會 對 你也會 我是… 我們家裡有人起來 他一趟我就順利去拚便宋 快洗好先去 真的 對 為什麼要拚便宋 就是有洗廁所的這個癖好 對啊 Eason我剛剛跟你一樣終於走了 最像耶 就是Eason是不是 我也是這樣子啊 你也會 Eason是客人還在的時候 他就擦地面 對 超不禮貌 其實客人還坐在馬桶上 這種就是潔癖太過分了 妳每天花這個時間 有沒有超過一個小時 加起來可能有 OK 我會盯著他看 那趕快治療 這需要治療嗎 我跟你講 妳的症狀跟我 快20年前有個病人很相似 他一天只洗一次澡 可是洗澡要花 4.5小時到5個小時 真的嗎 因為他從洗澡 是不是打開浴室門 手就要徹底洗一次 因為摸到門板 好可憐喔 然後脫衣服 摸到衣服了 要再洗一次 4.5 他是很徹底的洗喔 指甲縫這樣洗 然後開水龍頭 再洗一次 然後壓那個洗髮精 再洗一次 好可憐喔 他整套下來 他洗到後來他在哭 因為他就是覺得很髒 他覺得不應該這樣子 但是他沒有辦法阻止 這種的成因 通常都跟童年時期 有很大的關聯嗎 還是後來的創傷 通常跟成年或者童年的壓力有關 有一些研究發現就是說 可能就是 太完美主義的會有關係 要求很高 所以他就有一個高壓 沒有辦法抒發這樣子 對 99分不行一定要100分 天啊 怎麼那麼辛苦 會嗎… 我好怕我以後會變成那樣 洗4個小時 我可以問一個很快的問題嗎 你說洗廁所 我了解 但是喜歡洗外面的廁所算是病嗎 洗外面的廁所 妳要去找這個工作啊 我假的可以賺錢 洗外面的廁所算一種職業 而且去任何一個地方 不管是餐廳或者是飛機上 或任何地方 我必須要去他的廁所看一看 真假的 對啊 很有公德心啊 對耶 把它洗外面 我是覺得很有公德心啊 通常我看這樣 都會多少弄一弄 然後在飛機上也是 好心疼喔 吃的都把它擦乾 然後滿…滿可能的 妳也會 我也會 而且就是有的廁所 它的那個蓋子 會有滴到尿的時候 我還會 我還會把那個 不是 我是上一個客人使用過 然後我就會把衛生紙拿下來 先擦 然後還有酒精 幫它擦乾淨 或者它有毛髮 有毛髮 你會把它弄掉 先我是正常吧 因為大家都會耶 我會耶 我不敢耶 我不敢耶 但是不是 用手啊 你用衛生紙而且它有酒精 我會把它剝掉 我覺得這樣下一個客人進來 因為我要上 我舒服 下一個客人進來也很舒服 好棒喔 對 我會找其他的乾淨 小公 以後妳要上廁所 前妳就告訴我 我願意接在妳後面 這是乾淨的 而且剛剛其實我在上廁所的時候 地上其實有人 衛生紙就是掉在地上 我把它撿乾淨 在我射口台上 很棒… 對 就是好習慣 是 就會強迫 不用亂丟衛生紙了 對 不要亂丟 好 看病人… 好 看下一個莫名其妙的 買麵包時只要有多種口味 一定要全包 包 還好不是買包包 它包色 謝忻 謝小欣妳會唱什麼 特別是…貝果 我就是對貝果有一種熱愛 貝果至少六個八個味道跑不掉 所以走進那個咖啡廳 它就貝果架上有的 我就會說各一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覺得說 如果我沒有買到這個口味 我吃不到我心裡會很難過 而且最誇張的是 假設還有六種口味好了 我六個都買囉 而且我是馬上就把它吃掉 熱量爆出來 所以其實妳的問題是餓 其實我不會餓耶 我只是覺得那麼多口味 然後我全部都要試一次 可是我全部都吃掉 這是… 這是一種強迫症 這應該是 因為妳全買就不用選了嘛 對 我不用選 對… 我是怕吃不到那個味道 而且妳會把它全部吃完 我全部都吃掉 一個小時內 我不是天平 我不是天… 我不是 你看他多… 天平怎麼樣 天平怎麼樣 沒有啦 這裡也有天天 而且他差點說我才不是天 因為平坐本來就有一點選擇障礙 對不對 妳會選 我也會 OK啦 OK 這個還好 還OK 還可以接受 來… 來看一下上面的 屁股擦到流血才覺得乾淨 還會用手指伸成清潔 誰那麼噁心 Eason 坐沙發還要看日子 強迫症爆發 竟必問客人體重 坐沙發要看日期 決定坐哪一側 單數的日子的話 我就會坐在沙發的右邊 雙數的日子的話 我會坐在沙發的旁邊 真的啊 習慣性的坐沙發右邊的話 夜長比較難吃遮寫 所以我要平均分配 客人來的話 我會先問他們的體重 安排說 你強迫症啦 什麼東西都要對稱 都要對稱 你自己有對稱嗎 男生 都不對稱 沒有…都不對稱 可是每天洗澡都很痛苦 不對稱… 屁股擦到流血才覺得乾淨 還會用手指伸成清潔 誰那麼耳訓 小柯 長大長鏡是不是 不是… 因為我其實有便秘的問題 所以我不用每天都這樣清 就是只要我去上廁所 我就會覺得那個屎 會卡在我的肛門 肛門不是有那個 就 有縫縫 有縫縫 所以然後就會 一隻拿衛生紙擦 我想想 所以它這等於就是 路到老匯 擴約積結癖症 屁股妳擦到流血是很危險的 我知道 但是我忍不住 我忍不住 因為其實有時候 你這樣擦完之後 可能沒有伸到裡面的時候 你會覺得屁股很癢 所以我就會拿衛生紙 把手指包住 然後稍微這樣子滾動一下 我要擦到沒有那個黃黃的點 然後就擦著… 就是我的屁股就流血了 每次廁所就會用到十張衛生紙 我覺得有點誇張 這個心理學上有一種解釋 就是妳的肛門期 就是小時候我們不是要戒尿布嗎 對 對 那個時期 可能爸爸媽媽對妳比較嚴厲 好可憐喔 所以妳長大之後就是說 自己也對那一方面就是要求太高 是 肛門期是多大的時候啊 大概就是戒尿布的時候 大概三四歲嘛 兩歲到四歲之間 可能她小時候嗯嗯不出來 爸媽都用手摳的 對…有可能 我有可能 我是外婆帶大的 所以基本上我也不太… 不太有印象 妳要解開這個謎 其實妳可以去問一下 尋問一下 尋一下我外婆 對 外婆 小時候妳有PO我 是這個嗎 對 外婆不在啦 沒得問 那妳關火音嗎 關火音音 妳說為了這個去關火音嗎 這個要怎麼跟師傅啟齒啊 好難喔 對啊 這個無法治 好 來 吃飯順順要聽我的客人 也不能自己夾菜 這個菜 不是 哪裡這樣 很不好 很不合結耶 我就是像憲哥講的 妳怎麼這樣 不一定很多 因為我有潔癖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家吃飯有一個習慣 就是每一盤菜上面 一定放一雙筷子 公筷 對 公筷 家人自己吃也一樣 家人也是要這樣 因為我覺得 不是 我是擔心說 因為我們家有小孩嘛 我怕說我們大人 萬一在外面有什麼傳染病 傳染給小孩怎麼辦 客人來了 我也是覺得說 請客人也是要用那個公筷 可是客人常常忘記啊 前面根本就是 他每一座都忘記啊 所以我就說沒關係 我幫你夾菜好了 別人幫你夾菜感覺很… 乾脆吃定食就好啦 就全部都擺一盤對不對 對啊 因為 其實我不太相信客人說 他是不是 健康的 對 我怕 那傳染給小孩怎麼辦 黃宇軒 你不得去 進你家門要先看健康報告 要先看健康報告 要求好高喔 這個也是 我們就跟剛剛講的一樣 這個可能有控制率比較高一點點 對 就是說希望說 什麼事情都是照你的方式來做 當然你最深層的恐懼是說 外面的人會帶細菌過來 如果失控會怎麼樣 他們就沒有辦法承擔 他會想得很嚴重 他會想得特別嚴重 對 而且你知道嗎 那個客人來我們家 吃哪一道菜還要先 因為其實 我一家人做一頓晚餐 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所以我會先寫菜單 放在我們的族群裡面說 今天我煮牛肉湯 什麼菜… 然後今天晚上我們吃飯的時候 要先喝哪一個湯 先吃哪一個菜 不能亂的順序喔 等於你家每天都吃懷食料理 這個只有日本料理店那個刺身 先吃這個油 從左邊吃到右邊 最後才吃Toro 先吃白肉 不好意思 我懂得這個 那個廚師一走我就直接吃Toro 還要 就把他們在一起吃 還有喔 吃什麼菜要沾什麼醬 也是要聽我的 因為不能亂沾醬 因為亂沾醬味道就不對了 可是他們就覺得 妳去秀卿家吃啦 你們兩個自己頓 張秀卿是我結賣妹妹 難怪啦 你們看吧 家族醫生啦 不行啦 來… 坐沙發要看日期 決定坐哪一側 Eason 因為我自己 我自己有一個習慣是 我會看 譬如說今天如果是13579的話 哪裡有9… 就幾號 今天譬如說是1月9號 如果是單數的日子的話 我就會坐在沙發的右邊 如果是雙數的日子的話 我會坐在沙發的左邊 真的啊 因為我就會… 我會去逛吧你 對 你沒救了 你住在鬼屋是吧 沒有 因為我會覺得說 如果習慣性的坐沙發右邊的話 右邊的那個桃墊 怎麼比較容易先下線 這是有道理的耶 真的耶 我要平均分配 所以我要讓它就是每一天 都下線一點… 它的頻率是必須一樣的 後輪換前輪 對 然後所以 輪胎換是有道理 輪胎是有道理 沙發就算了 沙發也很重要 然後如果客人來的話 比如說一個是70公斤的 還要分 對 一個是50公斤的 我就會安排說 你強迫症啦 我就安排說 他們坐哪個位置比較好 然後而且他們坐了一個小時之後 我就覺得我沙發要被他們坐壞 要起來了… 對 我又說來… 你們兩個交換位置 妳要什麼爛沙發 也不一樣啊 這… 沒辦法 妳又不信用Rap Bands 對不對 這個太空分了 要坐地方好了 那你交女朋友怎麼辦 你跟女朋友分開坐 沒有 我也會安排 沒有 他會叫女朋友 哈囉 換位置 他長得跟他提鐘一樣的 這麼難 你叫我換位置 他要計時有多久 他這個字強迫症的 這個滿嚴重的 這個是因為 完美主義造成的強迫症 要東西還要壞得平均 對 要均衡 什麼事都要有一個均衡 我的那個 我的東西喜歡對稱的 所以什麼東西都要對稱 都要對稱 我有那個對稱控這樣子 那你自己有對稱嗎 男生 那你也把你拿了 你都不對稱 那不是每天洗澡都很痛苦 不對稱… 對啊 真的會是張 來…下一條看就好 走路要照著磁磚間鋸走 不然會忘記該怎麼走路 這是秋田犬嗎 不是 就是你來了 你中症了 你病人 真的是怪他耶 因為磁磚不是都會有一格一格的嗎 我如果我的腳踩到那個線的話 我就會全身發癢 我覺得很不舒服 我就覺得我好像破壞了 這個完美的這個地板 所以我每次走的時候 我都必須要踩在那個線的前面 所以我每一步的距離都會 就是 對 很小心… 所以大家會懷疑 你卡到鷹是正常的 因為走路…走就走還這樣 因為我只要 對啊 就在那裡 這樣很怪喔 我只要在有磁磚的地板上面 我就會一直盯著那個磁磚的線 然後一直這樣走 大理石你不就跨很大步 大理石的話就沒有辦法 大理石就真的間隔太遠 他等於也是想過這件事情 這有毛病 這有 對 讓我想到我很多年前 治療過一個國中男生 他是 因為學校很多的那個地面 是水泥鋪的嘛 熱上冷桌就會有裂縫 對 他是腳掌一定要摸著那個裂縫 這樣滑過去 每一條裂縫他都要用腳掌 這樣滑過去 所以他下課 下課例如說4點 他走到校門口都4點45 對 那超級困擾的耶 他非常困擾 對 他非常困擾 後來就是媽媽就帶來治療這樣子 那個原因會是什麼呢 那個原因其實就是 跟他的課業壓力有關係 對 後來我們練習是什麼治療 我們在就是一張紙上面 圖畫紙上 我就畫那個 畫幾個 假的裂縫 裂縫 然後用他手指 我說你可不可以控制你自己 你手指不要去滑那個裂縫 你知道嗎 我測量他的心跳 心跳就到1122 壓力爆大 他不去滑那個裂縫 他就已經緊張焦慮到這樣的程度 那要怎麼辦才有辦法治癒 像Eason這樣子 他已經吃藥了 換學校 前面兩條都已經用藥了 其實好消息是說 其實強迫症的治療是滿有效的 對 我們用一種叫做 系統減敏法 敏感 減低敏感 對 從你最害… 例如說你最害怕的事情 可能是等級10 那麼從1開始 第一件要學的事情就是 怎麼樣降低你的焦慮 焦慮的身心的感覺 對 怎麼呼吸 或怎麼放鬆你的肌肉 從1開始 其實我覺得會滿有效的 就是怎麼樣 他只要做這個 好漂亮 電量 那是增加更多的壓力 那個有毛病的事情 來… 看到粉刺就會忍不住一直擠 這手 這很療癒 手很療癒 手先手煎啦 做菜B家人是吃摔頓庫 數字強迫症是在整自己 一鍋那個滷肉 我以為要夾一塊 上去給我兒子吃吃看 跑那個樓梯 穿了肉皮 好厲害 你好適合參加玩很大 對這一個關卡很難過耶 摔了一個大膠 熱骨就裂開了 熱骨 電視營養冷氣溫度 只能是5的倍數 這有什麼我就是這樣 這太離譜了啦 25太熱 20太冷啦 沒有 有冷氣 熱熱你都脫光 看到粉刺就會忍不住一直擠 這咻 真的療癒 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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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醫生我真的有病 我真的是很常出門 我就很喜歡摸自己的臉 然後如果我摸到心臟出來 對 但我一摸到 我就會渾身不自在 我就很想拿回家擠它 或者是去給醫生擠 可是你在外面沒辦法嘛 但是我除了自己之外 我也會去請他擠我老公的粉刺 那夫妻OK嘛 對啊 情趣之類的嘛 對 就很常 可能躺在床上 我就會摸他的臉 摸到粉刺 我就掀開他的床 然後他說老公起床 我們來擠粉刺 他就覺得我很煩 這個太強迫了 很強迫 然後我甚至有的時候姐妹聚會 我就會盯著他看 不行 姐妹的不行 對 我就是Sandy 妳是不是長粉刺了 走 跟我回家 我幫妳擠粉刺 好麻煩 對 所以我身邊的朋友 都覺得很困擾 你不要看我 因為有些好多粉刺 可是我最近這個強迫症 我覺得有點變成恐慌症 這陣子就開始不長粉刺 用了一個產品之後 就不再長粉刺之後 我就很恐慌 怎麼辦 沒有粉刺可以擠了 就沒有粉刺 那很好啊 妳有這種恐慌 就是心情好是因為皮膚變好 可是心情恐慌 就是因為我沒有辦法擠粉刺 所以這個產品 我也不敢讓我老公 可以開一家美容SPA嘛 對啊 她真的開了… 妳真的開了 對… 抱她的名字有八折優惠 好 但是這個產品 我到現在都還不敢讓我老公知道 因為我怕她用了 也沒有粉刺我的人才 有這麼厲害嗎 來 拿出來看看 我一定要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這一罐 這個泡泡面膜 它是面膜界的萬磁王 它只要五分鐘 五分鐘就好 就可以做到清潔亮白保濕的效果 而且她敷在臉上之後 就會真的美得發泡 很了解 我今天可以敷給你們看嗎 來…看一下 外表… 我就要卸妝然後敷給大家看 好… 真的…沒什麼粉刺耶 就是已經被我清得很乾淨了 而且你的皮膚最近真的有變比較好耶 對 先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現在是剛卸完的狀態 新婚愉快 好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泡泡面膜 先擠在手上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灰色泥狀的 擠出來不是泡泡 不是… 因為它這個不是色素 它是你們看 它是這個有足碳精華 所以它才會呈現這種灰色泥狀 我現在就是直接 附在臉上給大家看一下 好 來 擠在手上之後 它這個要速度 因為它會有改變對不對 對 它會有塗到 變泡泡 對 然後就可以附在臉上 這個我可以喔 你可以嗎 塗上去 然後會 面膜 它就像洗面爐一樣 然後就可以塗在臉上 薄薄一層就可以了嗎 薄薄一層就可以了 其實很好玩 很像很… 很療癒 這是面膜嗎 對 它是面膜 它會被咕咕… 有…有泡泡了 本來顏色比較深 對 它等一下就會起泡 然後因為像我是今年開始 就是應該說去年開始 很常長粉刺是因為 一直戴口罩 然後我相信很多都有同感 因為皮膚被悶住了 然後像是很多的機車族 因為他們騎機車 每天出去接觸髒空氣 其實也很容易長那種小粉刺 因為你可能沒有做深層清潔 然後像剛剛提到的 就是因為青春期 本來就很容易長粉刺痘痘 所以像我自己就是敷了之後 這陣子都開始沒有長粉刺了 好困擾喔 這泡泡好像變白了喔 越來越厚…超Q的 它就開始起泡了 我的使用方法就是 早晚都可以敷它 早上出門因為臉會油油的 所以就早上敷 可以讓你的油水平衡 我覺得妳敷這個好可愛耶 臉這樣澎澎的好Q喔 其實很療癒 但是晚上敷呢 因為妳畢竟接觸一整天的髒空氣了 所以妳晚上卸完張膚之後 等於是二次淨化妳的肌膚 它雖然剛剛看是泥狀的對不對 但是其實它不會乾 泥狀最怕乾乾的 對 很怕 可是其實它裡面 加了很多保濕的成分 像是有紅棗 然後酪梨油 或是像柳蘭這些成分 你擦了之後 其實它可以幫妳做到保濕 而且卸完之後皮膚都不會緊繃喔 我跟你講以男生角度 就是化妝品如果太反腐了 我就會覺得很傷到肩 對 對 它這個抹上去 就讓它自己發泡 發泡以後要去除掉 怎麼處理 在卸掉之前 一定要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泡泡有多厚 我來按壓一下給你們看 你看 很像留下腳步的感覺 踏在雪地裡 好療癒喔 非常的厚耶 那要如何卸呢 很簡單 只要你拿出手刀 然後把泡泡刮掉就可以了 你看 這樣就可以卸了 刮掉就可以了 但是你刮掉之後 它還有殘留一些 它的這個亮白精華 你就可以沾一點水 然後做按摩 對 妳可以洗臉 不是一次就把它全部擦掉 不是… 你在按摩的時候 就可以讓那個亮白的精華 吸收到肌膚裡 我等一下洗掉的時候 肌膚就會亮白 然後也可以讓自己的皮膚更有光澤 然後 對 而且它明明是灰色 但洗完臉會變白 對 會亮白 然後再用那個海綿 把這個你的泡泡面膜 把它擦乾淨就好了 其實以保養來講 這樣真的算很簡單的步驟 不會麻煩 等於你可以敷上去 然後去刷馬桶 然後回來之後 馬桶也乾淨了 臉也準備好了 對 時間剛剛好 對 沒錯… 完全不浪費時間 而且你們一定要看我的鼻子 現在很鼓溜 都沒有粉刺囉 所以你們看 卸乾淨之後 時機膚就亮白很多 給大家看一下 好清秀喔 這該不會就是潔若泥磁的 非常厲害泡泡面膜吧 沒錯 但是不能跟我老公講喔 因為這個太厲害了 就沒有粉刺了 沒錯 就是不管你是男生 女生 或者是可能青春期的 其實我覺得全家大小 真的都很適合用這個產品 非常好 謝謝妳精采的一個介紹 好不好 來 我們再來看下面一條 來 思考時慣性摳手摳到流血 這個就是我那個講的 一直有強迫症 謝忻 壓力太大… 我從小時候就會開始 像手指頭的這個指縫這邊 我都沒有皮 沒有皮之外 我還會就是把它摳… 摳到流血 有一種會咬 對 我咬比較少 然後摳到流血的時候我就想說 這是流血了 那我成功了 再換下一支 所以我只要是考試的時候 或者是壓力比較大的時候 像是以前年中都有那種尾牙記 或是錄過年特別節目 在那一兩個月中間 我的手指頭都在流血 永遠都爛爛 對 就是你只要看我手指頭爛爛的 就代表著說我這個月很忙 因為我一直都在思考想事情 所以我有時候會控制自己 把手就是壓在屁股下面 但是還是就是不自覺的 會出來這樣子這樣子摳 而且我不是只有中指摳大拇指 我中指可以摳食指 然後中指可以摳第四指 五摳 小指可以摳大拇指 這用想像都覺得很痛 連有一點點小皮 拉一點都流血了 對 所以噴酒精的時候會很痛 這個真的就是那個強迫了 這是嗎 對 但是有很多解決方法 例如說戴手套 對 或者是說有些病人 我會建議他手上綁一個橡皮筋 然後用這個痛來分散你的注意力 因為其實你也是 試圖在分散你的注意力 因為你的工作太多壓力太大 別摳 你只要摳的時候就拿 彈自己 對… 去了這個 來了這個那也不對啊 這個彈服會怎麼樣 還有一種 拉小提琴 拉慣了有沒有 小刀會自己在 沒事 他也自殺了 這個太可怕了吧 習慣性自殺 真的還假的 因為他在追求那個痛感啊 真的 男的 因為有女的 我們國中就有這個國中生 真的會假的 其實我有機會去問過 就是這種已經近視自殘的這種人 就是說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他給我一個答案 我不曉得你們可不可以想到 他說因為這樣痛我才覺得我存在 對 超多人這樣講的 迪卡爾 我才覺得我清醒 這時候比較清醒 然後可以想事情 然後腦筋很清楚 不是 這明知道不對 就千萬不要做了 我跟你講 我看裡面最嚴重是這個 電視音量 冷氣溫度 只要 只能是5的倍數 這有什麼貓 我就是這樣啊 這太離譜了啦 這個誰啊 你有病啊 Eason Eason重症耶 Eason 你有病 我是3的倍數 什麼 5的倍數太大了是不是 那你病了才嚴重耶 你5度太大啊 對啊 範圍太大啊 可是3的這個數字很歪耶 很討厭 上上下不下的 我懂你… 所以像我調那個冷氣的溫度 一定要20度 不然就是25度 不然就是有病 不然就是15度 25太熱 20太冷啊 沒有 如果你太冷的話 你就找被子蓋啊 你調冷氣 你太熱你就脫光 今天寒流來9度 你不是很痛苦嗎 沒有 如果開暖氣的話 你就要把它開到15度 就可以往上 對 就是15 25 然後我後來把這個延伸到 我的那個電視機的音量 電視機的音量 我一樣也都是要整數 所以你等於永遠看不到中天 對不對 因為我們是36 你根本就沒有在看我們的節目 對不對 你以為他為什麼是3的倍數 就是這樣他才可以看到36 跟另外一台嘛 我就說音量表不是頻道數 然後但是最令我痛苦的是 那個iPhone手機的那個音量 因為它並不是顯示數字 它是用格數的 你知道我那個時候眼睛有多累嗎 我必須要算出它總共有幾個 然後我的音量要必須置中 要放在那個最中間的那個位置 不是跟數字有關耶 這個有毛病啊 真的好奇怪喔 我就沒有辦法控制 所以譬如說如果去住飯店的話 我也會就是去那邊按 按到我想要心目中的數字 我就不會有那個困擾 妳已經確診了啦 我跟妳講 請自行隔離喔 謝謝 防禦破口 妳確診了 來 這個 廁所方向盡不離身 出門必備 看過的書頁就會死掉柔成團吃掉 基本上是我的國中的字典 是這個樣子 妳真的瘋了 妳瘋了 我國中的時候是獨自優班 我們學校老師 他就會一直灌輸一個觀念就是說 你要把單字吃進去 對… 攜帶手電筒 沒有就渾身不得盡 不知道你們的狀態 準備面臨世界魔物的一些人 然後就準備糧食啊 水啊 搭滑槍啊 什麼東西 你確診了 來 這個 廁所方向盡不離身 出門必備 怎麼怕臭 對啊 就是嗅覺啊 剛剛有講到嗅覺 其實剛剛老師講得很準 就是對那個嗅覺比較挑剔一點吧 就是當然不喜歡臭 但是一點點我就覺得 尤其去那個外面的公共廁所 真的就是 味道很重 就不喜歡 所以一定會比如說 真的都不喜歡 當然看感覺 但是你說 對 就你說 真的 這個是洗碼桶的 就是 像比如說在台北 或者有時候在Sea都什麼 都會找到這些 你看 不只是我 他們這裡有產品是出來 為了這個東西 所以有人跟你一樣 就是滴三滴 讓你在那個廁所裡面 就會比較香一點 而且不會 不會撤到別人 我很怕那個感觉 有些人就是 就隨便就… 就什麼都 然後也不管你後面人 戳不受死 誰在乎對不對 然後覺得做人要有點良心嘛 對 因為你要嘛就是帶這個 要嘛就帶小Call 對… 他可以幫你清掃碼桶 這個我也可以去買耶 清掃沒有用 就你那個味道 那個臭味沒辦法 對啊 所以用這種東西的話 其實很多 小小一個你會出去安心很多 是耶 我也要去買 就這種東西 因為你有小孩 萬一小朋友拿來這個 這很像眼藥水耶 那個就是擺開嘛 不然它在它的範圍裡面 對啊 像就包括連衣服 衣服有時候洗一洗 沒有太乾的時候 對 我有那種什麼不先講 那一樓穿不穿一重洗一次 對 我也是 然後再乾的乾 這個還好 這個應該算是比較整潔啦 對 因為管我們的情緒 是杏仁和嘛 老婆這個部位叫杏仁和 其實它剛好就在嗅覺 嗅覺中樞的旁邊 所以其實嗅覺會影響我們情緒 沒錯 對 所以文精油什麼芳香的療法可以放手 杏仁和 是的 家人洗完澡就要馬上 穿我配好的衣服 阿娥姐 真的 夾菜妳都管了 菜我不用看就成型了啦 油笠巴說的 沒有啊 因為我覺得 像他們在洗澡的時候 難怪女兒要搬出去住 因為我女兒是亂世家人 然後因為我有潔癖你知道嗎 我家裡都是一塵不染 而且所有的東西通通都看不見 不是那種隨手可得 隨手可得就是很亂 然後像他們進去洗澡 我就會把內衣 內褲 所有要穿的衣服 全部放在廁所門口 壓力好大 然後我買衣服一定會買四件 出門也要穿一樣的 就是說你們家有制服 對 我們家有制服 然後小朋友都不穿 我們不穿 不准出門 我們家四個小孩 還有一個很好笑的制服是 全部都是紅色的 然後上面有個圈圈 寫英文 第一樣物品 然後第二個是第二樣物品 第三個是第三樣物品 然後Sing4 對 然後我們四個人 就真的曾經這樣穿 然後去環球影城 然後很多人就 我們剛好是去新加坡的環球影城 然後我們四個走在路上 不可能永遠都1 2 3 4 有時候4 3 2 1 有時候4 1 2 3 就經過新加坡的店家 他們說這個 走過來…是不同的數字 衣服 我們唯一穿過就那一套 就那樣好玩而已 這滿有趣的 對 可是每天這樣配 穿你配的 當然他們會服從嗎 當然是不願意服從 可是我還是會干涉 像我就會趁生日的時候有沒有 就是生日禮物 我就會去買衣服送給他們 然後他們就是四穿 我看那一眼 再來也沒有看過他穿過 然後他就跟 以前就會跟爸爸說 誰要跟媽媽同款啊 好奇怪喔 然後他就跟爸爸說叫媽媽以後 不要再給我買衣服了 拜託 OK 來…看這一條 哪一個… 看過的書頁就會撕掉柔成團 吃掉 我知道 我已經慢慢懂妳了 怎麼知道 我已經慢慢懂妳 你就是一個 他就是自虐耶 你是一個自虐人耶 國中 國中開始的老毛病 就是像這本是我的國中的字典 然後你看這個字典 是這個樣子 妳真的瘋了 妳瘋了 我國中生就是 國中的時候是獨資優班 然後我們學校老師 他就會一直跟學生灌輸 一個觀點就是說 你要把句子吃進去 他會用吃這個字 所以我就在想說 會不會是我國中的時候 一直覺得知識 或者是英文單字要用吃的衣服 沒有啦 哪那麼笨 所以我就會把它背完 古代有一個人在那裡曬太陽 人家說妳在曬 妳為什麼躺在那裡脫光的在曬 然後因為我怕長書籠 因為我讀了太多書 可是其實這是很不好的示範 但雖然說這個字典的紙質很薄 但是一直到長大 我到現在在看書的時候 或是喜歡看的書的時候 我還是會忍不住 拿筆畫線 然後甚至想把它撕掉 就是一本會讀到變五本厚 對 他整個都是被像這樣膨脹 會翻 一直翻 對 小時候被媽媽發現的時候 其實有就是心理輔導過一陣子 其實趁個機會 可以就是跟大家科普一下 其實強迫症第一次號發年齡 通常都是青少年 青少年 國中那個時候 第一次面對高壓的時候 對 因為課業壓力 還有人際的壓力 人際的關係 好 讓孩子 阿兒姐 阿兒姐 我自己想喔 我煮一道菜 我一定要我們家的 我小孩或者是我老公 一定要先吃一口 就是我煮好一口 妳吃一口看看 嗜毒 對 然後他們就 每次我要督他吃一口的時候 他們就會這樣 然後有一次我兒子就說 媽 我趕時間要出去 他們就趕快逃走 看到他坐上車 車要開動了 我就打赤腳 夾著那一口菜 衝到門口去 塞到他嘴巴裡面 然後他說媽媽 你真的很誇張 你筷子差點插到我喉嚨了 這好奇怪喔 好像感覺你有毒一樣 這個應該不算強迫症 這個是母愛 其實就是媽媽 這個就是太想要把愛 給小孩 給老公的一個媽媽 媽媽有很多強迫症 是來自於她內心的愛 因為媽媽的全部 就孩子跟老公 家人 其他沒有 然後有一次還為了 我滷了一鍋那個滷肉 我為了要夾一塊 上去給我兒子吃吃看 跑那個樓梯 結果還沒有… 夾著肉跑樓梯啊 對 好厲害耶 你好適合參加玩很大 這一個關卡很難過耶 因為我們以前住那個是 那個獨棟的別墅 樓中樓嘛 我必須要衝到樓上去 結果就在樓梯就摔了一個大礁 然後肉就爆掉在地上 然後我的肋骨就裂開了 肋骨 好嚴重喔 得不償失啦 媽媽的愛真的是 真的 對 媽媽太愛了 David 來… 哪一個… 又是跟燈火翻的 現在手電筒沒有就渾身不對勁 都知道你們的狀態了 這到底有多怕暗啊 也不是怕暗 其實這個就是 因為不知道你們看了很多那個 像你不是經常看什麼 Discovery的一些台嘛對不對 都會講很多一些就是 準備面臨世界末日的一些人 然後就要準備糧食 水 真的耶 天啊 所以就是在各種場合之下 就怕突然間來一個停電 或者停水或什麼東西 所以在任何一個地方 比如說車上會擺一個手電筒 然後就怕突然間你輪胎 輪胎沒有氣 不平衡怎麼辦 要換輪胎的時候怎麼辦 對不對 你沒有這個燈的話你就臨時 就是末日恐慌 就是很多這種事情 出去的時候都要戴一個 什麼手電筒什麼的 所以 其實他就每次坐飛機什麼 一定會戴一個 對不對 你這麼漂亮耶 你手電筒很美 這是真的 兩個手電筒 這個毛病 這邊剛好為了解 兩個感覺像派對耶 不要再騙了 你到夜店吧 那種沒有用 那種紅藍綠沒有用 那是你啦 還花式的 我們不會對不對 還有一個東西沒有買 夜市系統 夜市鏡… 夜市鏡 對啊 有那種 美軍在用的 像那種軍用那個東西 有的賣 但是我一直想買的 但是還沒有找到一個好的 以前有一部車子 那個凱迪拉克 它就有夜市系統 真的是管用 真的有用 比如說北美的公路上面 有那個迷路過來 他的眼睛你遠遠就能看到 對啊… 要不然會撞到路 對啊 所以很重要這個東西 是機率暴低的耶 不…路很多路 那你還可以先買那個啊 往那個Vancouver路上開的時候 也會遇到 那個熱能感應有沒有 就像那個眼鏡蛇 就是只要有人 然後他就會有熱能感應 他應該去買那個 有…我在看 有看 真的有看 算了… 太可怕了 再來再三回家檢查門 是不是關好 不然就沒辦法放心出門 這個人就是 太可怕了 再來再三回家檢查門 是不是關好 不然就沒辦法放心出門 這個人就是 小Call 這還用講嗎 因為他住在那個地方 真的要看有沒有關 對… 不來嘛 對 我是住在那附近 對 憲哥妳講得沒錯 我為什麼會有這個習慣 怕人家去亂來 不是… 是因為我們家也有養貓 然後曾經有一次 我們家的咪咪就是走出去了 我沒有發現 它是到半夜11 2點的時候 才在門口叫我開門 所以自從… 它會回來 它回來了 但是我就會怕我的貓 如果再次走丟的話 它回不了家怎麼辦 所以即使現在我已經 找到更好的主人 沒有 我已經對他很多的愛了 他說這間不錯 沒有 然後因為我現在 即使已經不坐在山上 我現在已經搬下來了 我們現在因為結婚之後 跟老公住 我們家其實有三道門 然後我自己的房間又有一道門 所以其實嚴德出來有四道門 因為我家裡的房間的門 我出門的時候 因為我不喜歡咪咪在房間裡面 她有時候不會開門 她就沒辦法去上廁所 所以我一定要把門給關上 對 關上之後 如果我沒有關緊的話 我就會很緊張 他們跑進去想要上廁所怎麼辦 然後我就會 內心就很糾結 我就說不行 我一定要去再三的確認 我的房間的門到底有沒有關好 關好之後 我出去之後 像我們家的那個門口出去 第一道木門關好之後 我第二道是鐵門要聽到咖咖 一定Keyword就是 這兩個聲音咖咖 我會說我關上 如果我出去之後 我到了一樓的時候 我就想想 我剛剛好像沒有聽到咖咖兩個聲音 完了 要重來 不行 我一定要再上去看一下 對 順便再去把房間的門 再確認一下我到底有沒有把它合上 合上之後我就再下樓 下樓之後 來 小心不食本 對 就是我會很緊張 小心不食 對 我真的好累 我每次出門光是關門這件事情 就要花我一個小時 對 甚至就是好 我出門了對不對 我老公車子開著 然後我們已經開到路口 我說等一下 我剛剛樓下那個鐵門 你有沒有看到我把它關好 我有沒有再上確認這樣子 這個動作 你知道有的鐵門 你沒有這樣子的話 它有時候那個安全鎖 妳最重要是要關上妳的新門 沒有辦法 而且我就會請老公 一定要把車繞回來 我再確認那個門有沒有關 甚至如果我跟姐妹 去下午茶的話 我坐在那邊突然想到 我剛剛那兩聲咖咖沒聽到的時候 我說妳等等我一下 我這邊離我家滿近 我先回去確認 我家的門到底有沒有關好 這個真有病了 因為我生病了… 這個是非常教科書等級的 教科書等級 對 曾經有病人就是說 他們家的每一道門 它都有特殊的金庫密碼 譬如說要左轉幾圈 右轉幾圈 每一道都不一樣 它一定要做到 特別會注意一些新聞 譬如說誰家失火了 就很緊張 對 它會特別對這種訊息 特別的敏感 特別的在意 而且我會有幻想那個畫面 就是如果家裡失火 或者是我們家的貓走掉了 那怎麼辦 它如果離開 它回不來怎麼辦 如果它出去不小心被車撞到怎麼辦 好擔憂 好擔憂 我就是一定要回去 妳那個是因為愛 好不好 是愛對不對 好啦…算了 但是挖耳朵挖到乾 還是堅持每天都要挖 這個還用強嗎 來… 是 它是我 因為像很多人會認床嘛 我會 我只用那一根 認棒 認棒 我會認什麼棒 馬桶 馬桶 對 對 我只認這一根 就是因為我自己很常買很多種 我怎麼用都不舒服 只有這一根我買了之後最舒服 然後我每一天都要用它來挖 我有消毒過 有這麼厲害嗎 金箍棒 然後 還有 對 這一種了 我跟你講 有這種東西 我也要 我也要 有三層的那種 三層 三層的我也要賣 等一下… 同仁…OK了… 對… 這個好… 妳耳朵是乾的才可以吧 對 然後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它 然後有一次我就出國的時候 沒有帶到它 這個真的很痛苦 一整趟心不在焉 每一天都覺得耳朵好癢… 其實已經很乾淨 但就是習慣性 每一天都要挖 所以我就是有它不行 就是可以不用跟老公結婚 但一定要跟他一起 認棒 很棒 贏過你老公 這會讓我很舒服耶 你要先買起來囤貨 這個應該還好吧 習慣問題 某一方面已經 影響到他的生活 但就是說 可能大家覺得說 強迫症很難治療 但是其實你認真治療之後 沒有強迫症的人生 真的很輕鬆 對啊 真的 好好放輕鬆的過日子啦 對 要學會 其實學會五感是很快樂的 都回到家有什麼困難 他真的很幸福 明天不再說吧 好好睡覺吧 對啦 辛苦大家了 再次謝謝他們 謝謝 謝謝 九尾當山 閃閃再見